好 各位避震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像BB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产品 这个东西 你看就知道是一个转接环嘛 不过这个转接环是比较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文字啊 写的是CEF到NZ 这是一个把佳能的EF卡口的镜头 转到尼康的Z卡口的镜头 是Alton出的 其实我之前出过一期节目啊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TechArt的转接环 可以把索尼的E卡口的微单的镜头 转到尼康的Z卡口的Z6Z7上使用 但是当时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尼康的Z系列镜头都买不起 你不要说去买索尼的G Master那些 比较贵的微单镜头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说 你能不能转接佳能的镜头 大家都知道佳能镜头性价比很高 那其实在那期节目最后呢 我有介绍过 因为那个转接环是 把尼康的Z转到索尼的E卡口嘛 实际上这个E卡口 前面也可以再加一个转接环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适马的这个MC11转接环 它后面是个索尼的E卡口 然后前面转到佳能的EF卡口嘛 当时我给大家测试了几个镜头 我觉得不管是照片的对焦 还是视频的对焦 都还是可以用的吧 我感觉还行 但是有些人就说 你能不能有一个 不那么复杂的方案 因为那个TAC2的转接环就1000多 然后再加个MC11的1000多 就很贵 有没有一个直接的可以转 佳能FE镜头的转接环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转接环呢 就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你只需要这样一个转接环 就可以使用任何的 佳能的镜头了 其实有些人比较好奇 就是因为大家去买Z6Z7的时候 实际上会送一个 这样的转接环啊 这个是尼康原厂的这个FTZ 就是可以把尼康原厂的 单反的F卡口的镜头 转成V单Z卡口上使用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 转佳能单反镜头的转接环呢 因为其实这个FTZ的这个转接环 使用F卡口的镜头 对焦性能各方面都还是可以的 有这么几点原因啊 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我之前讲 Z6的不下V的视频里面 我讲过像这种 比如说试码的30毫米 FDM4 2的这种镜头 虽然说它是一个DC 是一个APS-C化的镜头 但是实际上它如果转接到 全画幅的相机上使用的时候 以为它的这个相场比较大嘛 是可以覆盖全画幅的相场 来当做一个全画幅的镜头上来使用的 我之前也专门出过一期节目 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用法 但是很可惜呢 我的这颗31.4呢 是个尼康卡口的 也可以看一下 这典型的尼康F卡口的触点 都是突出的 那当我去转接到这个FTZ的转接环 在尼康的机身上去使用的时候 因为它是个APS-C化幅嘛 你就必须要打开全画幅模式 才可以强制把它当成一个全画幅的镜头来使用 那么尼康呢 这个机器就非常的坑 原来在机身的设定里面 这边有个选择影像区域 你是可以选择DX或者是FX模式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转上这个镜头以后呢 它是不允许你去选择的 然后你在外侧 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DX 也就是说 你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全画幅的镜头来使用的 这个稍微就有点可惜了 你就不能完全利用这个镜头的所有的相场 这是一方面了 当我们转接到这个镜头上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可以开启一个全画幅的模式的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讲过很多的转接环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MC11转接环 比如说MC21 包括我之前也讲过很多的 不管是转尼康的也好 转索尼的也好 包括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转M43画幅的 一个剪焦增光的转接环 他们大部分的这个转接的镜头啊 都是佳能卡口的镜头 所以尼康卡口的镜头 它就会变得比较的孤立一点啊 我相信大家 你去网上去搜的话也会知道 尼康卡口的镜头 如果你卖二手的话 不太好卖 然后也没有很多的转接环 对尼康卡口的镜头支持的比较好 是因为呢 尼康卡口的镜头 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佳能的镜头啊 它都是纯电子的镜头 所以呢 你的光圈快门 都是纯电子控制的 但是尼康卡口的镜头 有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拨感 看到没有 就是说尼康的镜头 除了最新的电磁光圈的镜头 其他镜头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机械的拨感 来控制镜头光圈的 那就会造成这个转接环 本身设计的一个复杂性 所以很多的厂商 他不愿意去花很多的精力去设计 转接尼康卡口的镜头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转接 佳能卡口的镜头 但是尼康卡口的镜头比较少 那么假如说 你有很多套系统 或者说你希望能够用到 更丰富的镜头的话 转接佳能的卡口 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包括很多的人私信跟我讲 说我想跟我的朋友 去共享镜头 但是他们全都是 佳能卡口的镜头 或者是转接索尼的机身 我这个尼康用不了 对吧 假如说你想调他们镜头的话 就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转接环呢 就是可以让你在尼康的机身上 使用佳能的镜头 那么直接转上来看一下 来我找一颗佳能的 这个非常精简的 这个40毫米STM这个镜头 是个佳能卡口的 转接过来 OK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转接环呢 我就可以把佳能的 EF卡口的镜头呢 转接到尼康Z系列 Z6Z7的机身上来使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焦 是不是感觉非常不错啊 对 其实我在外面去拍摄的时候 也感觉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 也仅仅限于像这种 这个STM的镜头 这个STM就是一种马达的技术 佳能有STM啊 或者USM这种技术 我在外面是 比如说佳能的这个2470F2.8 二代 它是个USM的镜头 对焦也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呢 一些老的镜头 比如我试的51.2L 或者是85.1.2L 这两个镜头 因为它的这个马达比较的差劲 你在佳能的机身上使用 对焦都比较慢 你不要说在尼康的机身上使用 它对于这种镜头的支持呢 就会比较的差一些 从视频里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对焦的抽风 非常非常的明显 就是这种来回拉风向 虽然说你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支持尼康的 这个最新的眼控对焦的 但是即使说它给你提示了 说OK 我给你对上焦了 但是你拍摄出来的照片 还是糊的 就是因为这些镜头的马达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STM的镜头 或者是USM镜头的话 会稍微表现的好一些 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不过即使说STM或者是USM的镜头 我发现也是在某些情况下 会对的不那么精准 尤其是人脸比较侧的时候 侧面的时候识别率是比较低的 大概这个对焦的准确率 能有个百分之七八十的样子 如果你使用马达比较差的镜头的话 就基本上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样子 能够对上焦 所以你要想要使用那些镜头的话 你可能要多尝试几次 那么在拍摄的时候 有时候它就会一直抽风 一直抽风 一直抽风 就对不上焦 感觉好像死机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镜头断开 然后再重新连接上 它的对焦又会恢复之前那种抽密点缝 但是还能对焦的情况 那么连续对焦 这个我就不用我讲了 我就反正试了一下 因为单次对焦都不是非常的利索 连续对焦的话 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所以这没必要去多讲 这个原厂的镜头是这样 OK那我们现在在用这种负长的镜头 当然也是可以装上去使用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是马拉18的35 它是一个APS-C画幅的镜头 如果你是一个F卡口的话 用原厂的转接环的话 它右上角就应该会 跟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一样 就是这边是一个DX标志 但是你在用这个转接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FX 也就是全画幅的范围 那我现在是在长角端 大家看不到暗角 如果我转到广角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周围的暗角是不是有了 对吧 就是因为实际上这个镜头在广角端 它不能够覆盖整个全画幅的相场 但是在长角端的话 是可以基本上覆盖 有一些暗角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使用这个转接环的话 就可以规避 尼康没有办法 在APS-C画幅的镜头上 开启全画幅视角的一个限制 那么在对焦方面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焦也是比较迅速的 然后包括我现在在换上 真正的全画幅的镜头 比如说适马的这个 24105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稍微有一点慢 现在我转到105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一点抽风 看到 对不上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用的 这个三阳的 这个10毫米F3.5 这颗镜头 就是一个加能卡卡的镜头 你转接上去以后 快门是按不下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快门完全没有反应 这个光圈也没有 所以可能对于这种 非常小众的这种 第三方的加能卡卡的镜头 支持的不是非常的好吧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 不过呢 毕竟怎么说呢 它还是一个刚刚上市的 新产品嘛 这个固件对于各个厂商的 镜头的支持没那么好 也是在预料之中的 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 这个视频拍摄 连续对焦的性能怎么样 我在外面也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其实跟之前照片 拍摄的结果差不多 就是你比如想 50 1.2L 或者85 1.2L 这种马达比较差的镜头 它就是连续的抽风 会非常的明显 就拍摄的画面 是基本不可用的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 去依赖它的自动对焦的 但是假如说你用 这个2470 带USM或者STM的镜头的话 它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对焦 感觉还是比较顺滑 还是能够一定程度的追上 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拍一段视频 你可以看到它的对焦的反应 虽然是有一点慢 但是还是可以比较平滑的 这样对过去的 所以这个视频的对焦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用一些USM 或者是STM 这种比较新的马达才可以 还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Z6它是有机身防抖的 那么你在使用 这些镜头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有 机身防抖的开启呢 机身上这个防抖的标志 是开启的 所以是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假如说 你是使用一些 带光学防抖的镜头 比如说像逝马的 这个24105F4 它是有OS光学防抖的 它在使用的时候 我个人感觉 它只是使用了 Z6的机身防抖 因为假如说 你把这个OS的拨感给关掉 那你依然可以看到 在屏幕上 这个防抖的标志是开启的 所以它还是可以防抖的 说明可能镜头的这个防抖 就是被直接忽略掉 那如果你想要 完全关闭防抖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菜单里 把这个东西完全关闭 这个时候就是 防抖是完全关闭的 所以它在这个防抖的支持上的话 是跟镜头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支持机身防抖 防抖的效果的话 我个人感觉 其实就跟之前 的那个TEC ART的 转机环感觉差不多 就是你跟原厂的镜头 比较的话 这个防抖效果会差一截 但是肯定是要比 没有防抖的效果要好一些 那么总体来看下来的话 就是你使用原厂的 带STM的 或者是USM的镜头 它的对焦性能会好一点 但是这种副厂的 即使它是这种 UHS的马达 也是稍微有点差 这个我问过 他们Alson官方的人员 他们说现在主要的测试 还是在原厂的镜头 副厂的镜头 可能没有照顾了那么多 这个转接环本身 它可以看一下 在它的内部 上方是有一个 Micro USB的一个接口的 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之后 肯定会提供一些 固件的更新 会不断的去优化 这种对焦的性能 我们大家也是可以 期待一下 那我相信 随着市场的需求 越来越大 他们开发的时间 越来越长 对于镜头支持 越来越多 肯定会有更好的表现 如果你有需要 直接去转接 佳能的镜头的需求的话 那我想的话 现在市面上 我搜 应该是只有这一家 可以转接 佳能EF卡口的镜头 到Econ Z卡口的机身了 大家如果想买 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去淘宝 搜索这个 Alson A-L-T-S-O-N 我的店里 应该也不会卖这个东西 反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一下 1600多块钱 1700多块钱 我相信它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补充 你可以使用很多 比如像佳能 42mm STM 非常便宜 但是画质又很好的镜头 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也有 索尼的机身 或者是佳能的机身 有很多佳能的 单反的镜头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 都也没什么好讲了 就是各方面性能 给大家看惯了